马斗福音第二十七章 到了早晨,众司纪长和民间的长老就决意陷害耶稣,要把他处死。 所以把他捆绑了,借送给总督比拉多。 这时,那出卖耶稣的犹达斯,见他已被判决,就后悔了。 把那三十块银钱退还给司纪长和长老,说, 我出卖了无辜的血,犯了罪了。 他们却说,这与我们何干,是你自己的事。 于是他把那些银钱扔在圣所里,就退出来上吊死了。 司纪长拿了那些银钱说, 这是血价,不可放入献仪乡内。 他们商议后,就用那银钱买了逃工的田地,作为埋葬外乡人用。 为此,直到今日称那块田地为血田。 这就应验了耶勒米亚先知所说的话。 他们拿了三十块银钱,及以色列子民为被卖的人所估定的价钱。 用这钱买了逃工的那块田,如上主所吩咐我的。 耶稣站在总督面前。 总督便审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君王吗? 耶稣答说,你说的是。 当司纪长和长老控告他时,他什么也不回答。 于是,比拉多对他说,你没有听见他们提出多少证据告你吗? 耶稣连一句话也没有回答他,以致总督大为惊议。 每逢节日,总督惯常给民众释放一个他们愿意释放的囚犯。 那时,正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名叫巴拉巴。 当他们聚集在一起时,比拉多对他们说, 你们愿意我给你们释放哪一个?巴拉巴,或是那称为墨西亚的耶稣。 原来他知道,他们是由于吉祭才把他借送来的。 比拉多正坐堂时,他的妻子差人到他跟前说, 你千万不要干涉那义人的事,因为我为他今天在梦中受了许多苦。 司纪长和长老却说服了民众,叫他们要求巴拉巴而除掉耶稣。 总督又向他们发言说, 这两个人中,你们愿意我给你们释放哪一个? 他们说,巴拉巴。 比拉多对他们说, 那么对于那称为墨西亚的耶稣,我该怎么办? 众人答说, 该定他在十字架上。 总督问说, 他究竟做了什么恶事? 他们越发喊说, 该定他在十字架上。 比拉多见事毫无进展,反倒更为混乱, 就拿水,当着民众洗手说, 对这义人的血,我是无罪的,你们自己负责吧。 全体百姓回答说, 他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 于是比拉多给他们释放了巴拉巴。 至于耶稣, 把他鞭打了以后, 交给人定在十字架上。 那时, 总督的兵士把耶稣带到总督府内, 召集了全队围着他, 脱去了他的衣服, 给他披上一件紫红色的外肠, 又用荆棘编了一个瓷冠, 戴在他头上, 拿一根芦苇放在他右手里, 然后跪在他前, 戏弄他说, 呵呵, 犹太人的君王, 万岁! 随后向他吐唾沫, 拿起芦苇来敲他的头, 戏弄完了, 就给他脱去外场, 又给他穿上他自己的衣服, 带他去钉在十字架上。 他们出来时, 遇见一个鸡勒乃人, 名叫西门, 就强迫他背耶稣的十字架, 到了一个名叫戈尔戈达的地方, 即称为独楼的地方, 他们就拿苦爱调和的酒给他喝, 他只尝了尝, 却不愿意喝。 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以后, 就粘揪分了他的衣服, 然后坐在那里看守他, 在他的头上安放了他的罪状牌, 写着说, 这是耶稣犹太人的君王。 当时与他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的, 还有两个强盗, 一个在右边, 一个在左边。 路过的人都摇头辱骂他说, 你这拆毁圣殿而三日内重建起来的, 救你自己吧, 如果你是天主子, 从十字架上下来吧。 司机长和经师与长老们也同样戏弄说, 他救了别人, 却救不了自己, 他既是以色列君王, 如今从十字架上下来吧, 我们就信他。 他信赖天主, 天主如喜欢他, 如今就该救他, 因为他说过, 我是天主子。 同他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强盗, 也这样讥笑他。 从第六时辰起, 直到第九时辰, 遍地都黑暗了。 约末第九时辰, 耶稣大声喊说, 恶力, 恶力, 雷巴萨巴, 黑塔尼, 就是说, 我的天主, 我的天主, 你为什么舍弃了我。 站在那里的人中, 有几个听见了就说, 这人呼唤厄里亚呢, 他们中虽有一个立即跑去, 拿了海绵, 浸满了醋, 绑在芦苇上, 递给他喝。 其余的人却说, 等一等, 我们看, 是否厄里亚来救他。 耶稣又大喊一声, 碎交付了灵魂。 看圣所的帐漫, 从上到下分裂为二, 大地震动, 岩石崩裂, 坟墓自开, 许多长眠的圣者的身体复活了。 在耶稣复活后, 他们由坟墓出来, 进入圣城, 发现给许多人。 百夫长和同他一起看守耶稣的人, 一件地动和所发生的事, 就非常害怕, 说, 这人真是天竹子。 有许多妇女在那里从远处观望, 他们从加里雷亚就跟随了耶稣为服侍他。 其中, 有玛利亚、 玛达雷娜、 雅各伯和若瑟的母亲玛利亚, 与再伯德儿子的母亲。 到了傍晚, 来了一个阿里玛特亚的妇人, 名叫若瑟, 他也是耶稣的门徒。 这人去见比拉多, 请求耶稣的遗体。 比拉多就下令交给他。 若瑟领了耶稣的遗体, 就用洁白的链布将他包好, 安放在为自己于岩石间所凿的西木穴内, 并把一块大石头滚到墓口, 就走了。 在那里, 还有玛利亚、 玛达雷娜和另外一个玛利亚, 对着坟墓坐着。 第二天, 第二天, 即预备日以后的那天, 司机长和法利赛人同来见比拉多, 说, 大人, 我们记得那个骗子活着的时候曾说过, 三天以后我要复活。 为此, 请你下令, 把守坟墓直到第三天, 怕他的门徒来了, 把他偷去, 而对百姓说, 他从死人中复活了, 那最后的骗局就比先前的更坏了。 比拉多对他们说, 你们可得一队卫兵, 你们去, 照你们所知道的, 好好看守。 他们就去, 在石上加了封条, 派驻卫兵把守坟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